各位同胞韭菜难民 各位大家好 啥也不错了 大家看一下今年的中国经济状况 包括他的强大竞争者现在又有了越南印度 大家看一下旁边这个视频 只能是这样吗 我们世界工厂的地位更多还是仅仅是个供应链 并不占据着品牌专利 和生产核心要素的最关键的地方 讲的很有道理呀 你就说中国的高科技公司有哪个 华为 没了 现在还有华为手机吗 你说中国高科技公司有哪个 没有 中国 首先我承认中国的工业呢 它那个量大 它基本上生产了全世界中低端产品吧 这篇有哪一信息什么玩意呀 给我一震惊 我说共匪杀到美国来了 刚刚说共匪坏话 共匪还在监控我 啊你基本上生产的都是中低端 你没有什么强大品牌 你生产了这么多什么 鞋子袜子包括电子产品 电脑 手机 汽车零部件 你有一个牌子吗 没有 阿里巴巴 腾讯 全是说白了 就是经销商 就是 搞一个什么 互联网上面 开个店而已 有啥 高科技呀 因此这种所谓的断流 对于用其他国家重构供应链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计划 他们就是要降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系统中的地位 他们要把印度 要把东南亚 塑造成新的供应链 双方历史 净位分明 越南什么情况 越南经济复苏非常好 去年疫情很严重 但是越南进出口总值破6000亿美金 创了历史记录 越南的人均出口已经超过中国了 因为越南一共 他才1亿人 他进出口已经超过6000亿美金了 海关总组的数据刚刚完成了三月份 越南的进出口总额接近700亿美金 环比增长40% 出口350亿 环比增长50% 越南很多工厂线订单是排满的 今年越南的贸易走得可能超8000亿美金 如果长三角目前不复工 如果珠三角目前也是目前这样阴云密布 那么我跟你说 信息产业链的上一屋 肯定要转向越南转向印度 这肯定他会 分散投资 分散他的订单 因为你想想一发到广东 上海 江苏浙江 封城 一般情况下这种国际贸易单 海运的话 我已经了解了一下 要一个月 从中国运到美国 海运 如果是快速的 20天 这已经很快 再快就是空运了 如果说你这一封城 那一封城的话 人家订单给你了 现在这边 消费者要消费了 结果你说没发生产或者问不出来 那人家美国这边的经销商怎么跟消费者交代啊 人家都已经签约好了说要卖啊 包括这边的超市啊商店啊等等 那一想 美国一想 还是美国的公司一想 还是把它 发到越南发到印度 他们也能做啊 虽然说现在量没有中国大 先让他们慢慢做嘛 他们做稍微 中国也是从零到一到从一到二到三到四嘛 人家 越南印度现在也从零到一 从一到二 慢慢来嘛 所以中国面临的这个竞争了 他还不是说跟美国竞争 你没法跟美国竞争 你主要现在的话 是要跟越南印度竞争 啊要跟你要吃你这这碗饭 而中国呢 他现在要吃哪个饭呢 吃台湾跟韩国这个饭 因为 就包括 尤其是中国跟韩国 中国呢正在那个什么面板产业 正在准备吃韩国那个三星那个饭 他都会抢这个 因为他们基本上都处于在中端 制造业领域啊 中端啊 包括人们电路板那还有好多东西 中国正在吃这个饭 而中国 印度跟 越南 准备要把中国广大的那个中下产能都给吃完 那中国大量失业了 那失业真不得了 那是不得了 起码上千万人了 我最近看了个日本领事馆 致上海市政府的信 提出了啊 上海有11000家 日资企业目前的困境 引以约约表达的威胁说 撤资潮来了 他们可能也会有压力 这就是目前 实际情况 李嘉诚带着孩子去跟越南 胡志明市的委员会开会下来 可能要投上百亿美金 总之 这么意思 啥意思 李嘉诚呢 他从香港撤资 他原来从大陆撤资 然后从香港撤资 跑到了 伦敦 跑到了英国 现在李嘉诚又准备到越南 投资 越南呢 是三星 我们都知道三星 三星手机最大基地 在越南 你购买的几乎所有的三星手机 包括配件 都是越南生产 越南 三星在越南投了起码几百亿美元 三星一个公司 它的出口 占到越南出口 将近百分之四十 三星大举的投资越南 印度现在也开始崛起 印度的话 一年出口 8000亿美金 怎么用 日本对外出口 一年才8000亿 大家呢 再听一下 再听一下 我这 许多人的可能都不知道 这个 影响力 这个多么的 吓人 越南正在严重 威胁着中国 能够解决我们部分 中低水平出口工业的 越南 威胁大 印度威胁更快 印度去年财年 出口 六千七百亿 2021年 比2020年增加了百分三十四 刚刚过去的三月份 印度出口多少 640亿 同比又是一个高速 今年印度的出口总额 可能破7000亿 日本不过8000亿 出口量 印度很快超过日本 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之一 是很显然的 全球最大的出口国 中国 美国 德国 日本 印度 加上是中国 美国 德国 印度 日本 印度和越南绑在一起 你看看 你看看 哎呀 中美 德 日 印 然后就是越南 越南也要跟上来了 我这么说 东南亚这些国家下一个发达国家 就是人类 人类的下一个发达国家很有可能就是越南 别的国家可能性很低 像印度 印度它的发展水平很低 大概相当于中国20年前吧 越南也是 它也在刚刚起步 可是他呢 他的政治呢 相对要言比较开放 跟中国相比 可是他的国家也开始走向独裁 不是走向独裁 他本来就独裁 越南的老大 他已经连任三届了 就跟习近平一样 习近平今年不要连任吗 越南的老大 他今年也要连任 已经连任了 所以说我这一批评越南共产党 都没法回越南了 越南还是很独裁 他抓记者吧 包括 越南是连什么人都抓 就越战有好多难民 到美国来 难民生的澳大美国人 就越南裔美国人 澳大了 越南话都不会讲了 或者是会讲一点 然后回到越南 第一 可能他不拒绝给你发青春 就是越南可能会拒绝给你发青春 你是越南人嘛 就是南越的嘛 直接给你整个家族game over 不给你发青春 第二 你要是说到越南 能从事一些活动 什么游行啊 或者说 什么串联啊 传播美国自由民主思想啊 那面临的就是 监狱吧 酷刑 说不定就被车撞死了 这都是政治发生的 越南是 绝对的共产国家 那也是相当的 印度相对良好一点 印度确实是自由民主 这一块 印度好多人在美国 美国这边不要开公司啊 你要搞一个APP 就像手机啊 手机上面不是有各种APP吗 你把APP外包 你说我要搞一个 嗯 叫外卖软件 就让印度人去给你弄个软件 他直接 程序员给你一打 很便宜 大概几千美元吧 几千美元就一个软件了 他帮你维护啊 太便宜了 他人工比中国还要便宜 中国的人工在第三世界里面 已经算高了 中国人工的话 呃 打个工估计挣个三百美元 估计挣个就是 3000人民币到5000人民币 那就是700美元左右 你在菲律宾 一个月那边白领才100多美元 200多美元 越南也是100多美元 基本都是人民币1000人民币左右 而越南可能好一点 印度是1000多 1000人民币 越南大概能有个1800 2000人民币 也是在300美元左右 很便宜的 所以对中国的 中低产业这种制造业的出口这个压力啊 相当大 你想想一个工厂里面雇一万个工人 这个工厂如果走了 这一万个工人吃什么喝什么 但老板可能还有钱啊 因为老板已经赚了钱 可以 因为中国也有自己的工资去越南投资 不在中国建厂 资本是无国界的 你搞清楚这个 所以你想办法的 穷人真的很惨 真的很惨 韭菜该跑赶快跑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